好了,回來了 第一件事要讀一下 Fight at 人類運共同體的留言 就是議員鬥了,繼續搞分化 矛盾實際在這裡坑害國家 他不是第一個坑害國家 當然現在立法會議員 就逆市加人工 本來打算今晚說 不過今晚我們也會說這件事 為何逆市加人工這麼黑人憎呢? 他們不單是加人工 還要加福利 立法會議員籌金 上條1.7% 他們有放長假,有暑假 大家記得 這班議員 還有醫療津貼多610元 經過上條之後 每個月的人工 記住西門寺景都會拿這個人工 一般的議員 就是104,880元一個月 西門寺 再加上他在Youtube賺幾十萬一個月 他在以代幣一個月是幾十萬的 這個四方果都是賺這個錢的 你要記住 好了,立法會主席 就是二十萬零九千七百六十元 立法會代理主席 兼內務委員會主席 現在有些 好像 梁美芬 他有時候都會做這些 有時候他有做的 因為他會齡比較長 每個月代 十五萬七千三百二十元 記得香港一般人 是兩萬到三萬元的工 其實他們基本上 起碼都是五倍 說真的 那個人工是 普通香港人的五、六倍 如果兼任行政會議成員的 立法會議員 他們的收入 就是 再多 這個六萬九千九百二十元 我也要說一下 現在有些人出來說 那個人說 經濟實惠的 就叫做 一個人坐兩輛衝鋒車的議員 何君堯 他自己出了個帖 他就說 立法議員 月金比政府司局級正座為低 他們月薪接近十三萬左右 人家有沒有放兩個月暑假 人家有沒有這樣做 是沒有 你是有放暑假的 十個月就收人家十二個月人工 其實就 空位師就是 那個是李慧琼 立法會主席 李慧琼有時候 李慧琼 李慧琼你說得對 你說得對 梁美芬也有可能 李慧琼放假就是他 好了 他就說 這個何君堯自己發聲 獨立議員沒有政黨和其他大組織支援 放假時仍然要為市民服務 資源不足也要將月金頭進開支 這個是騙人的 切頭切比是 切頭切比是欺騙來的 政府是拿了錢給他們去搞辦公室 拿了錢給他們請助理 那如果請完 資源不足他就要拿月金 但是 他還有另外一些錢 是政府給他 可以買IT用品 買文具 那些全部都是 他不用自己掃錢的 這個何君堯說 因此請大家避色的情況 不要避別 有用心的人 五大風向 你老美一個議員 就這樣 進去捉高灣 就隨便打一個電話 叫陳肇始給兩輛衝鋒車過來 這樣叫實惠經濟實惠? 你老美兩送飯就經濟實惠 一個屁股坐兩輛衝鋒車叫什麼經濟實惠? 啊? 蛤? 這是忽上腦的 Mark Wang我多謝你的支持 那好了 你說貼錢打工 其實哪有議員會貼錢打工 當然沒有 這些 不如我又問問他 你貼了多少錢下去? 何君堯 你告訴大家 你貼了多少錢下去 資源不足的時候 你貼了多少錢下去? 真是老實說 Pan Pan說 政府鼓勵學生打針 鄧飛唱反調 鄧飛說學校沒有辦法幫助 會增加學校的行政工作 這是真的他說的 唉 這個議會究竟在香港做什麼? 不可以 大懶人說 議員還有很多不用報銷的資源 還有油管額外收入 絕對是 絕對是 阿威就說議員可以到處收錢 官員起碼在台面不能收錢 沒錯 這是很重要的 Terry Joe說議員可以有第二職業 在政府工作的可以有第二職業嗎? 當然不行 所以這個人是騙人的 說真的 他說人家帶風向騙人 你們自己的議員拿了多少文資文膏 吃光所有文資文膏 然後 就在這裡污衊一些監察你們的人 就說他們 他們帶風向的 他們不帶風向 這樣叫做不帶風向? 周少要多謝你的支持 多謝 可能我忘記了多謝 Mark Wong多謝你的支持 對 對 議員是兼職 很多人來講 這個馬上說 我看到也是 他不是做全職議員 現在大部分都 開會都不出現 做份正職 是嗎? 你們這些傢伙在說什麼? Mark Wong說 放暑假是益當年的 鬼佬高官放假回老街 不應該繼續享有 對 這個根本是不應該的 現在有冷氣的 要不要放暑假? 為什麼要放暑假? 有冷氣的 如果你沒有冷氣的話 放暑假也說得通 但是不是 現在是有冷氣的 蔡春葉就說 香港有一群政棍議員 真的很憤怒 喂! 他們這群人根本就是 政棍 還有就是 德不佩惠 吸盡香港的民之民膏 這些是離譜的 拖得車就說 立法會議員用卡片 都可以出入高級場所 就是 Feder Wong說 開會還要拍片 對 還要收到YouTube那份廣告錢 KK Chow說 議員辦公室開支 實報實銷 就是 他說資源不足 要補貼 貼什麼? 你貼過什麼? 要將月金投進開支 你貼過什麼? 你出來說 是不是 就是 越說越生氣 就是這樣 最後一章就說 應該取消立法會議員 放兩個月暑假 他們就這樣說 他們就說 放暑假我們都要在家看文件 為什麼要放暑假才可以看文件 現在不能看 是不是 Kokimi 現在老師放暑假 都要去學校當席 就是這樣 Elsa Tang說 廢除垃圾會 愛國的就不應該收錢 是啊 我也是這樣認為 哈哈哈哈 我們看Umm 就是議員吸血鬼 Jason Tam 感謝你的支持 家家說 那欲歡 至少肯捐部分糧 很坦白地說 如果 你是全職做議員 你捐部分糧 我會為他叫好的 但是 現在沒有一個人 是全職做議員 在立法會 真是老實說 大家看得到 是沒有全職議員 現在是 沒有全職立法會議員 有些人現在開始在玩 Larisa Rasset 跟剛才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Grey Danes 應該是同一個人 他不斷在貼 紫虛烏有 荒誕不經 什麼紫虛烏有 事實他是這麼說 何君堯自己出貼的 紫虛烏有 荒誕不經 你這個留言 就是紫虛烏有 空威斯就說 立法會有年度 總要有個結算的日期 有個開始的日期 那公司 公司就有財政年度 就一樣在這裏上班 6月30日一個日 7月1日就是第二天 就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 Karen Chan就說 河山不用做全職議員 收租也收到手軟 他還要去搞一件事 就是 他在動房那裏寫過 就是政府發展 那些祖堂地那些 那些新界佬 是可以 不斷有租收的 他的建議是這樣的 我告訴大家 究竟這些人是為了什麼人的發聲 你自己想想 那 Vitter Grant就說 可能是貼女 助理 哈哈哈哈 那我不知道 那 Andy Chan就說 下一屆立法會 我不想去選 一個個不知所為 這樣其實 你就正中他們下懷 你不去投票 就一定會選到他們出來 問題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大領落的地方 現在他們逆市加人工 為什麼說逆市加人工 沒錯 香港的一些行業 好像金融業那些人 就是他們 他們 就 過了一條馬路 我認識的朋友 過了一條馬路 人工加三成 是很多的 但是 問題就是 金融業有很多人走了 事實就是 有些人是自己走了去新加坡 有些人自願 就走了去 就是 BNO祖國 也有的 其實是有這些人 我們也要說回 有些企業要留些人在這裡 他們會加很多人工 這是現實問題 沒辦法 還有有搶人 之前有搶人潮 現在少了 之前有搶人潮 那好了 你們的議員 憑什麼 拿這個人工呢 其實 我是不明白的 到現在 我是完全不明白的 Chirful說 垃圾議員 也要考國安法和黨史 不合格 沒得做 看看有多少個愛國 不是啊 很多人都是犯國安法的 我們這樣批評他們 已經犯國安法了 好了 Cony Chan說 這些垃圾議員 要跟蹤內地的薪金 才是真正的愛國 這個我講了很久 這個論述 他們說物超所值 什麼物超所值 什麼物有所值 經濟實惠 還要說 經濟實惠 還要說 你老美 這樣叫經濟實惠 不是吧 就是這樣 大懶人就說 好像一到暑假 很多議員說 被人聽到海外度假 或者去視察 他們是這樣的 不是啊 我們去探訪 去印尼 看看印尼有什麼商機 說真的 老實說 拖得車就說 社長 你講漏了他們 年尾有兩個月 聖誕新年假 也是 他們放很多假的 其實他們那份工作 是很爽 這個我都知道 他們有很多人 放了放了 其實也不知道 說真的 還有一些議員 是不出席的 是有直會議的 之前有些是這樣的 Mark Wong說 衝鋒車又要權又要錢 還要拿彩 真人渣也 我不知道 另外就是 Jason Tam 多謝你的支持 我忘記了 有沒有多謝你 好了 Freder Wong說 直交流去旅行開公訴 這些是很正常的 Pan Pan說 還有若滿酬金 青山逃犯麻醉員 就說 蛤?經濟實惠? 是啊 我看到也嚇了一聲 接著還有四個字的詞語 不過今晚才說 那四字詞語 我是不太知道 佐特就說 強積金明益保險價 其實強積金不是明益保險價 近年才是比較多保險公司 有做強積金 這個我們先說一下 如果你說強積金 輸到偶 他們沒有損失 其實這個是 制定的政策是有問題的 其實 應該是可以給一些計劃出來 是政府的 政府應該已經有資源做的 其實是 因為你有一個職監局 有一個強積金監管局 他們可以用很少錢 可以做一個基金出來 跟著指數 其實本來是可以這樣做的 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 我說實話給你聽 就是這樣 其實有些事情 那個設計是有問題的 就是政府 為什麼呢 孫明揚推這個強積金計劃出來的時候 他只想要積極不干預 所以政府就不可以做一些計劃出來 但是其實很多地方你要令到退休金計劃 那些比較有競爭 你要是工會去搞一下 其實在澳洲就是很多工會去搞 他們那些表現很好 即是那些 即是澳洲的強積金 他們工會搞的那些表現很好 收的費用又很便宜 即是如果你沒有一個工會的力量去搞這些事情 其實大家都是沒有好處 即是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香港是 那個社會是 不是很妥的 即是很認真地說 香港這個社會是不妥的 那Mark Wong就是社長記性真的差了 是啊 我真的差了 不記得 有很多事情都現在 即是 為什麼說記性會差了 其實 最主要是中了新官之後 其實那個人 只要多做很多事情去填回新官 那時候放了七天 那七天我真的什麼都沒有做 差不多是 那麼 結果那七天沒有做事 就很多事情落後了 其實現在我也沒有追回那個進度 還有那個人是不妥的 其實中了新官之後 很多事情是很難去 就是 好像有以前的那種 效率 就是那個效率 好像是很難的 因為我也沒有辦法 那 那 拖得車就說 社長 我昨天呼籲找那個死者的家屬 香港入境處已經找到 那就好了 其實 那個訊息應該早點說給香港聽 但是他好像買一張機票 就經澳洲 他買一張機票經澳洲 有些事情就複雜一點 因為他這裏那裏 這裏那個入境填的那張表 其實就是這樣的 他就 我的理解就是 這裏入境那張表 他就說 你之前去過哪些地方 30天 那他就應該會填香港和澳洲 我估計 所以有很多訊息是不齊的 其實強制金的問題是幾方面的 如果那些人的供款是多一點的話 其實那個 結果 他的收費的比例就可以降了 但是 孫明陽有很多人為他叫好的 那時候 老實說 說他會做事 這個肥龍 會做事 其實他想了很多辦法出來 他的問題就是 他把那個 汽水罐 原來好像一個人在街上踢汽水罐一樣 他不是撿起了一個汽水罐 就放進垃圾桶 他是不斷把汽水罐踢到他見不到 其實這些做法 在港英時代很多官都是這樣的 他不是要解決那個問題 因為是香港借回來的地方 就是要還給中國政府 所以看到社會的問題 港英時代很多做到高官的人 他們處理的方法是這樣的 是不斷在街上走 然後不斷把看到的垃圾 踢到一旁就算了 譬如 有塊地毯 看到的垃圾 就掃在地毯下面 看不到就算了 其實就是這樣 這樣不行 其實香港 說真的 現在人民當家作主 對不對 就是外國者當家作主 你是不是可以重用這一套去做呢 其實是不行的 Rita Ho 問 到了領取強積金的年齡 不拿著 等到環境好一點才拿 還是立刻拿好一點 我覺得可以 你看看對後市怎麼看 你對後市是看好一點 就等一等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的 好了 來到這裡 免得說這麼多 這個人我也是越講越生氣的 回來我們講完烏克蘭就完了 今天休息一會 好 好 by bwd6 by bwd6